它是一個程式 程式區塊 這樣有沒有發現 它就沒有錯誤了 不過各位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就是 這邊斷掉 也就是說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這樣一段 然後中間這一段是 HTM 再來這一段又是程式 所以夾雜你要分清楚 我覺得最難最容易 發生錯誤的是在這裡 反正你搞清楚這一段是程式 這一段是網頁 這一段又是程式 再來 我們要把1 假如它沒有送東西我要丟一個表單 放哪裡?放Ls 這裡 Ls要放 前面的1的東西 要怎麼放呢 從頭到尾把它複製好了 就這些東西 可是看起來其實就還蠻嚇人的 這些東西 Ctrl C 全選複製好了 直接丟到哪裡? 丟到Ls 可是問題來了 Ls裡面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是什麼? 程式 你網頁丟會有錯 所以怎麼辦? 先隔開來 隔一個頭一個尾 所以特別重要 就怎麼隔開 就是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請你怎麼樣? 把它切開 先結束掉 Enter之後的話 兩下好了 再把它怎麼樣呢? 再隔開 也就是 它會知道說 你這邊有一個Ls 然後呢 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 刮斧在後面 然後你就把它什麼? 把那個 剛剛那一段 放進來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其實說這個PHP 十年 二十年前這樣 現在也沒改進 其實我覺得 像那ASP 進化到ASP 大內車 它就是把 網頁跟程式分開來 但是PHP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 應該還是 沒什麼漲進 因為它也沒有賣錢 所以應該也沒有 第三方 散心人事 所以你說那個開放原資 到底好還是不好 其實它初衷是希望開放 是希望大家集結 大家的智慧 可以把一個 程式變得更好 但是實際上 其實大部分的人 還是有私心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誘因的話 說真的誰要去完成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把這些東西弄好 給你用呢? 這個就是一個 question 那當然 這個 不過當然也好 因為到目前為止還OK PHP還活得好好的 但是它活著 但是又沒有活得非常好 因為你又沒有付它錢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 但是用的過程當中呢 又一定會產生問題 不過這個也就是一個價值所在 因為它會一直有問題 所以需要有工程師 去幫它變得更好 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 可以做得到 好 那最後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我就廢話不多說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來 貼上來 好 那有沒有錯誤呢? 無語法錯誤 那最後記得怎麼樣 再把那個 這個裡面的mancer 有一個mancer 有沒有 就是要傳給誰? 傳給自己本身 那我自己本身是已經變3 底線2好了 那你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 因為我要多一個 所以我名稱是這樣 那你的可能不一樣喔 找一下 我大概貼到我的7行 那你不要貼到幾行啦 反正不然你實在找不到的話 你用Ctrl F加1 就找Find Fong也可以啦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OK 所以 以後 兩個要變一個 是 挺麻煩 考試 會考啦 不過說真的啦 以食物經驗來看喔 我通常不會拿石頭雜誌的腳 就是 沒事的話幹嘛把兩個放一個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是考試題目啦 那有沒有可能用到 當然也有可能用到 不過可能性當然比較低啦 沒事幹嘛把兩個放一起 是不是 所以 OK 那反正就點到為止啦 那只是說這個也是訓練各位 對於那個網頁跟程式之間的區隔 如果你這個地方熟之後的話 以後無論什麼 反正穿它來穿下去 你就比較不會有錯誤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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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